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如果有一天 像这个佛菩萨 他有超越世间的这种增量 有强大的愿力 还有菩提心 发起了度众生的大愿 还有这个 要度尽一切如母有情的这样的菩提心 发起这个菩提心 我们有一天如果是这样 能够有产生这样的心量 能够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纵使到了这个地狱 这个地狱 他所有的痛苦受刑的镜像 在菩萨 在佛的眼中 他就是像佛世界一样 那为什么呢 我刚才讲了 各有所值 所值各异 对不对 鬼道众生他有鬼道的痛苦 地狱道众生有地狱的刀山 剑树油锅的痛苦 因为他们各有他们罪业的执着 各有他五欲罪业的执着 所以他会受这种执着的夜暴 各有所值 那执着也都不同 那佛菩萨呢 你如果有本体亲近的见地 那你有这种智慧的眼目 有这样的愿力 有菩提心 有这种超越三界的正量 你就算到了地狱 你看不到这些痛苦 就像净土一样 这个就以前也讲过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例子 有一个居士 他晚上都到地府去当办公 那有一次有机会见冬月大帝 冬月大帝召见他 他就趁机会跟他讲 哎呀 我来这里坐着当着出公差啊 当志工啊 可是地狱的刑罚太残忍了 太痛苦了 能不能不要这么残忍 他有慈悲心 同情心 因为他在那边办公都看到很多的罪人 在受各种的地狱的罪罚 那冬月大帝笑一笑就叫他带他出去看 看受罚的境界 他一去看什么都没有 他说那是由罪业性所遭感的境界 你没有罪你什么都看不到 对不对 我们在六道轮回中 你看 有的人这个房子闹鬼啊 第一个人进来 没事这房子很舒服啊 冬暖夏凉 做了身体健康 第二个人进来每天被他压 被鬼压 马上生病了 发烧了 肠胃炎 送医院了 做噩梦 精神浩弱 他就跟这个鬼相应 跟鬼相应有很多的因素 也许他们就是有恩怨 有这种业力 有这种业力就是跟他的这个业 跟他相应的嘛 所以他就是有这种 造过这种业 造业之前有没有业因呢 有啊他就执着那个业因 造业有业果 所以他一连串的相应下来 他受业报 所以一开始起了一个因 到后面的果 就是分毫不差 所以一开始就没有造这种业因 不齐这种执着分别的人 到后面就没有这个果报 他哪里感受得到这种障碍呢 所以这个我跟同修 很多同修他来 家里的家人有因果病 就是说我们家这个人啊 我们家这位师兄啊 就是常常身体都不舒服 我们照顾他也很辛苦 你想想办法吧 给我们想想办法 哇他实在是 真把我们拖累了 病做的 他在那里的工夫病 我们家庭就很大的负担 你给我想想办法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就是无名不学佛 这个家里某某人生病 其他人会被拖累 对不对 要带他看病 要照顾他有金钱医药的花费 或者口角争端 拔屎拔尿 对不对 每个人受到的这种 这种拖累还有分担 每个人不一样 是不是 那一点都不会差的了 分毫不差 就谁跟他的业力因缘比较重 谁就被拖累的特别重了 包括什么 包括内心牵挂痛苦的程度 分毫不差 就是你过去就是有 他跟他的共业因缘 照业生的 你现在被拖累就是共业生 你过去造的是这个精神上的恶业 让人家痛苦 现在患你痛苦 对不对 你的痛苦也深 那以前没有造这种精神上恶业的人 一样一家人 病得这么严重 一样是亲人 有的他比较不痛苦 有没有这现象 有的甚至还没感觉 事不关己 他说我也是很希望他好起来 可是我就是不会像他们那么难过 你不能怪他 他的这个业力因缘就是这样 你当初怎么造这业 现在就怎么受业报 肉体的精神的 什么都有 分毫不差 这是什么 真正是 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